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了一半 太晚了 没看完 应该是不错 我觉得应该所有的人真的是看看 大概的意思 如果朋友看过 Oh My God OMG 那也是印度电影 那个电影在证明说 法庭上去证明神到底存在不存在 和现代的宗教 各种宗教之间的关系 这个电影应该有着类似的地方 那我个人的说法为什么觉得值得看呢 要懂得我们今天人处于一种 如果真的处于一种神的复兴 这么个年代的话 要明白自己生命的真实的感言 而外星最悍 这个电影本身 我个人认为它在分清宗教当中 渗透了人的利益 贪婪 欲望 人本身现实生活中 完全把神的东西人化之后 利益之后 所展现出来的样 仅是今天的人 仅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我觉得那等我看完了 我再跟大家摆我 这个我只是这么提到这些 昨天 据说昨天的国内的媒体 现在在树立习近平 树立习近平的形象 可以说就无论从哪个角度吧 当然世界新闻网在转载的时候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说 从政看 事态炎凉 能及格就不错了 这是15年前 习近平任福建省的省长时说的话 那里面呢 讲了一些 他对人的看法 那我相信这是国内媒体对他的宣扬的做法 但是其中我觉得有非常值得借鉴的地方 他说自他从政而言 习近平讲 这与他的家庭不能说没有关系 这是肯定的 但绝非像别人想象的那样 这也没错 对吧 这也没错 他提到 对权力接触越少 距离越远的人 老把这些东西看得很神秘 很新鲜 我个人觉得这话说的是那么回事 在我个人的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也是跟大家这么分享的 他说但是 他看到了更多的 不只是表面上的东西 不仅仅是权力 鲜花 荣耀和掌声 他也看到了牛棚 也看到了事态炎梁 对政治认识有了更深刻的东西 这句话就很麻烦 他看到了牛棚 也就是在中共体制之下的政治生涯 是极端残酷与危险的 牛棚是谁给予他的 是共产党给予他的 他为什么能够住牛棚 是当时在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双方全力的打斗 他被打倒了就进了牛棚了 难道不是这个制度的邪恶吗 对吧 而不是扶手贴耳 甘心成为这个制度下的奴隶和被残害者 那今天他所说的权力鲜花掌声 本身就是这个制度对人的摧残 因为在他享受着权力鲜花与掌声的时候 只要下一步一迈出去 错了一点 就是明天进入牛棚的原因 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 那所以这东西在报道当中 可能看出来说习近平拥有着一种平和的心态 而在我的眼睛里 不就在他身上展现出共产党的邪恶吗 事态炎凉 什么情况下事态炎凉 当你今天有了钱 得了烟抽的时候 高棚满座 对不对 所有人都来 当你今天倒了血霉的时候 全都跟你说拜拜 对不对 想一想 徐才厚 中共体制下的官 有多少人上他们家进不去门的 有多少人没有资格敲他们家门的 当初他们家他烦死了对不对 徐才厚是不是烦死了 一定烦死了 拿多少钱呢 一百万 你恶心我啊你啊 我是徐才厚你懂不 你拿一百万敲门的你 放狗咬出去 拿一千万 有什么事啊 对不对 我都会说这官 今天 拿十万的都撒压子跑了 徐才厚身边有谁啊 这难道不是事态炎凉吗 当坚持党的领导的时候 今天的徐才厚 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明天的主政的人呢 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 表现出习近平从政的心态 做人的态度 倒不如说表现出共产党的邪恶 残害生灵 扼杀人性 从上至下 文章后的他这么说的 他说 当人们问他 从县委书记到省长 中间有什么感觉不同的时候 他说他绝不会因为得意而沾沾自喜 失意而闷闷不乐 不会把升迁看成是绝对的成败 他已经没有了刚出道时的愁躇满志 无往不胜的感觉了 只有的觉得知识不够用 听着知识不够用 这俩词有点别扭 有点别扭 什么知识 但是前头这话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不畏德而喜 不畏施而忧 这人就有出血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篇文章是国内吹嘘习近平的 但是在我的眼睛里 却表现出共产党制度的邪恶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好 他体会到事态炎凉了 共产党氛围 只要你倒霉 你的亲朋好友全离你而去 只要你有好处 你的亲朋好友 不搭嘎的人 像苍蝇一样全来 这就是对人的侮辱 这个制度造成了对人的侮辱 而人在其中却不知道 那就应该砸烂这个制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我说今天倒霉的竟跟马有关系 有朋友也说说马云就没事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我说过年离过年还有二十天 这个马云挺感叹的 这个阿里巴巴跟中共官方之间的冲突呢 没完没了了 你说这算不算倒霉 不知道 美国之音报道这么说的 中共官方媒体力挺官方揭露淘宝网销售假货 我个人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说在中国大陆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真相 现在弄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没人弄得清楚 对不对 今儿几个坐那喝茶讨论如何买LV包买假货 那个假货如何象征的 你上哪去买那个假货 那个假货如何象征的 这成为了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至于淘宝网卖不卖假货 我没去过 我也没到那玩过 咱也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我知道 在中国真相比大熊猫珍贵多了 但有一点打眼说清楚了 马云在马年完结之前有麻烦 这也是真的 而法广的报道直接讲说 阿里巴巴与工商总级发生了口水战 市值蒸发了110亿美金 大概跌了4%多 但没什么可讲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展现 谁让人跟马有关 还是国内的媒体 令计划之妻遭到起底 而马云跟王健林被卷入 那报道文章写的很长 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是这么说的 古丽萍 令计划的太太 2010年11月17号 在全国成立了非公募基金 叫做银公益基金会 受到商界大佬的力捧 那这个基金会呢 是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 而古丽萍 曾经担任该基金会的常务副理事长 一些著名的企业家 也曾经是这个基金会当中的副理事长 这其中包括王健林和马云 我觉得过多的咱就不评论了 因为这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给我的感觉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 赵本山 赵本山据说呢 赵本山是跟春晚直接挂钩而起来的 对吧 然后大概昨天是前天的消息 赵本山自己老家的春晚的节目 都没找他 我跟大家讲过 枪手死在枪下 这圈如果画圆了的话 这人就差不多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